你知道凉拌洋葱怎么做才入味有好吃吗 今天就把其中的方法和技巧分享给大家 先把洋葱对半切开 准备一盆清水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化开 把洋葱放盐水里面浸泡五分钟 然后把洋葱切成洋葱丝 抖散之后装入盆栋备用 再加入青红椒丝 蒜末和香菜 再加点油炸花生米 再放点老板娘送我的卤牛肉 加入食盐和鸡精八十八粒白糖生抽和香醋 好吃的关键就是加入这个油泡辣子 用的拌凉菜真的非常的好吃 用你的右手抓拌均匀之后没有一集成 凉拌洋葱这样做清脆爽口肉有好吃 喜欢就在家试试吧